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民进党他是一个连续的执政 所以我们就跟民进党讲 他执政没有蜜月期 我们就他必须要延续 他之前的一些的政策 必须做下去 在这里我必须要先声明一下 我们总指挥跟总领队 我们在这里呼吁 5月1号是劳工的日子 全国应该放假一天 我们的政府不应该在把台湾的劳工 把它分割 你像军工教 他们也是受雇者 为什么到5月1号 他们就不能放假 这个就觉得很奇怪 受雇者不能放假 这个军工教 政府就是他的老板 跟我们非常支持 5月1号要全国放假一天 台湾的薪资真的是太低了 这个物价一直在飞涨 只有薪水都没有涨 我们不希望台湾的薪资 永远是低薪的一个国家 我们是一个过劳之岛 我们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去克服 这个困难点 华农团体这一次总共号召大约4000人 在今天站上凯道 为自己的权益来发声 并且要求新政府 要延续过去的劳工政策 更希望去年底总统大选时 当时三位候选人所允诺 将基本工资调高到3万元 可以成真 劳动者